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兵器究竟有多重要呢 兵器决定了战术形式 而战术形式反过来决定了战争形态 也就是说仗怎么打是使用何种兵器决定的 前堂枪射成短准头差 所以才有了排队枪壁的奇观 现代枪械转都好 杀伤距离远 因此不强调队形 而是分散寻找掩体 那么纵横天下不落的蒙古骑兵 他们又使用什么兵器呢 善史宫史几乎是所有草原骑兵的共同特征 这种原因的出现非常简单 那就是生活方式与作战方式的成合 拉弓射箭本就是慕名的日常生活 因此草原骑兵无需特别训练 大多奇数精湛准头过人 蒙古骑兵的弓箭又有什么不同呢 家定十四年 赵拱出使蒙古 当时南宋官员对出使北方仪式非常抗拒 这位倒霉弹照拱回来后写了《蒙达被录》 记载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 其中就有关于蒙古骑兵弓箭的记载 弓壁一弹以上 箭用沙柳为杆 手刀甚轻薄而弯 而且同时代的意大利旅行家博朗嘉宾 也有对蒙古骑兵武器的记载 他说蒙古骑兵往往携带三张弓箭 其中最少有一把梁弓 作战时装配三个剑能 这与赵拱的记载有重合之处 基本可以确认蒙古骑兵大多使用一弹以上的梁弓 彭大雅的《黑达侍略》 也有关于盟军骑兵弓箭的记载 有顽羊脚弓 脚面连把一共三尺 有响剑 有舌骨剑 有披针剑 刻目为阔 裸雕以领 所谓顽羊脚弓 巨号证应该是一种复合弓 这也是蒙古骑兵多梁弓的原因之一 现代军械不只有狙击枪冲锋枪枪的分类 子弹也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防爆弹 穿甲弹 脱鞘弹 盟军也是如此 不只有梁弓 还有响剑 舌骨剑 披针剑等等 响剑是空头的剑矢 射出后有尖锐的名声 其功能与现代信号弹类似 舌骨剑则应该是一种箭头大而宽 整体偏重的剑矢 用于较近距离射击 皮战剑则相反 箭头小而尖 整体较为轻盈 用于远距离射击 2.蒙古骑兵的长短武器 蒙古军战士弓箭 也把弓箭视作看家本领 但这并不代表蒙古军只擅长操弓引箭 贴身短打并非蒙古骑兵的弱象 远射只能造成杀伤 但想要在战略上进行决战 还是要依赖冲锋作战 而冲锋作战必然要离开远射的舒适区 进行真刀真枪的凭杀 蒙古人比草原上的前辈更懂这一点 因此他们的近战战术非常丰富 可供近战的武器也很多 比如说刀 就有环刀弯刀两种 蒙古军刀笑回回样 形质上接近伊斯兰弯刀 也就是波斯著名的云月弯刀 由于刀有驱度 因此在冲锋作战中更容易连续劈砍 而且能够相对自然地弹出 而不是为坚硬的铠甲反正脱手 有环刀笑回回样 轻便而犀利 靶小而扁 故运掉也易 黑达势略 马刀也是草原骑兵的老伙计了 早在匈奴时代 草原上的骑兵就开始使用马刀了 当然蒙古骑兵的近战武器 远不止马刀一种 还有枪 蒙古骑兵所使用的枪 至少应该有两种 一种锋利坚硬 借助骑兵强大的冲击力 可以穿刺硬甲 另一种则附带一种倒钩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蒙古骑兵能将对手扯下马来 水浒传中金枪将徐宁使用的勾连枪 显然就是此类武器 由于施南安所属时代较为贴近元朝 因此其书中武器也受到了援军武器的影响 有长短枪 刃板如鸟 古着物不滑 可穿重扎 黑达势略 除了枪刀之外 在鉴于史册的记载中 蒙古军还有一些堪称冷门的兵器 蒙古军使用的战斧是一种短兵斧 它的作用很明确 就是在近距离难以使用弓箭的作战中 使用斧子砍杀敌军 还有在各类小说演义中常见的重武器 古朵 推测这种武器应该是为了应对盔甲 但在元朝建立后 这种破甲武器的实际用途大大缩水了 使用古朵的往往是元朝的遗仗队 古朵 朱漆傍兽 冠以金途铜锤 原始 于符 遗正 可见其更多的是作为礼仪用具出现 除此之外 蒙古军还有一种独门武器 套索 套索很简单 看起来就是连接着圈套的绳子 有的套索会外挂一些金属钩 同样在《水浒传》里也有它的身影 护三娘的捆仙绳就是套索的一种 一般来说 陈建制的使用套索是草原军队的独门秘籍 曾经七丹与唐的红张之战中 七丹将领李凯顾 就是使用套索套众 并俘虏了唐将中旋御 麻洁人等等 不只有用于进攻的武器 蒙古军同样也配备防御所用的盾牌 甚至品类非常多 普通的盾牌用柳或者隔编制而称 宽30寸 长60寸 有防牌以隔编掏 否则以柳扩30寸 而长则备于扩之半 还有一种小型盾牌 戴在肩膀上 用于进攻时使用 叫做团牌 有团牌时前锋必之 下马而射 装为破敌之用 还有铁制的小盾牌 用来代替头盔 冲锋踏阵并不影响动作 有铁团牌 以带兜谋 取其入阵转旋之变 还有一种大型的木盾牌 用来防御火炮的攻击 有拐子木牌 为功臣必炮之举 在一些文献中 会看到蒙古军使用 舰作战的表述 不过根据考证 蒙古军应该没有使用 长舰作战的习惯 再马上使用长舰并不方便 而且容易折断 但可以肯定的是 很多蒙古军的指挥官 喜欢用舰来指挥军队 三 元代军队使用的火器 宋元之际 兵器方面最大的变化 并不在于骑兵装备的日历更新 比如小说中的铁浮屠和拐子马 也不在于宋军已布置齐的紧秒战术 这些只是前人技术的延伸而已 兵器方面最深远的变化是火器的投入战场 火器最早的应用者是宋朝的守军 他们仅仅使用长管型 能够短时间喷射火焰的管式火药武器 在蒙古对京击对宋的两场战争中 蒙古军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因此元朝建立后对于火器较为重视 组建了成建制的火器部队 在元末讨伐各类农民起义军的时候 元朝骑兵成平日九五倍松弛 而不太需要训练的火器部队则表现亮眼 让当时的义军领袖朱元璋深感头疼 这也是明朝建立后依旧非常重视火器的原因之一 现在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就藏有元朝至顺三年铸造的铜火炮 净重将近七公斤 长达三十五厘米 口径则是十点五厘米 其上有名文 随便讨扣军敌三百号马山 假如所谓的三百号是指火炮的编号的话 那就非常值得深思了 元朝军队武器装备的完善 不能证明元军战术的精妙 但能够看到的是 这是一支始终学习的军队 能根据形式选择合适的武器装备 这才是起初一穷二白的蒙古骑兵 怎么能够打遍天下不败的原因 山不验高 海不验深 故能成其高远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